诗经 国风 正风 枪种子 枪种子兮 无与我强 无者我树丧 岂敢爱之 为我诸兄 众可怀也 诸兄之言 亦可谓也 枪种子兮 无与我缺 无者我树丧 岂敢爱之 为人之多言 众可怀也 人之多言 亦可谓也 诗经 国风 正风 枪种子 白话解释 枪种子一诗 在不同历史时段 有不同解读 毛诗正义 既种朔见庄公 庄公不能用之 凡请于种子兮 如当无愉悦我居之里缘 无损者我所树之启目 一语无干犯我之亲戚 无伤害我之兄弟 此段历史故事 记载于古文观止开篇 正博刻断于焉 以及春秋左传 隐功元年 枪种子三不取 思虑重重 正庄公母亲 武将 宠爱次子共赎断 庄公面对 寄于王位的胞弟 展开亲情 现实 礼法 三层次的矛盾思维 方方面面回答了大臣 记重见言 深沉回荡 屡屡弦外之音 伯仲相爱 何必萧强之内 宋朝诸熙 诗集传 另有思维角度 改视为女子面对男子优惠邀约 故继父母兄长礼教 人言可畏 因而矛盾不已 当代许多学者 也以恋爱女子心境 阐述此诗 时无打鼓 以下且以左传历史背景 白话示意 记重啊 请求你不要逾越我的礼界 不要折起 伤我手足 我岂敢溺爱我的胞弟 我是敬畏父母 众子思虑在我胸怀 父训母命 令我敬畏啊 记重啊 请求你不要逾越我的工墙 不要折丧 伤我家园 我岂敢溺爱我的胞弟 我是敬畏父母 众子思虑在我胸怀 兄长评论 令我敬畏啊 记重啊 请求你不要逾越我的原为 不要折弹 伪逆礼法 我岂敢溺爱我的胞弟 我是敬畏百姓大众 众子思虑在我胸怀 国人舆论 令我敬畏啊 我胸态 我死以后 我们练习了 得到怎么质 在我胸态 在我胸态 让我胸态 我来带我胸态 我胸态 你胸态 我胸态 有一个胸态 我胸态 你胸态